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都49宗墮亡案升級 民眾要真相 警司暴力 強風吹落玻璃橋 遊客吊260米高空驚雲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近日爆發7年來最嚴重衝突 在哈馬斯組織朝以色列發射火箭後 以色列立即空襲加薩反擊報復 導致耶路撒冷火箭飛彈滿天飛 死傷無數 以色列軍12日表示 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 在一天半時間內朝以色列發射1500枚火箭 目標包括大城市 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 其中九成被成功攔截 以軍還以顏色 11日發動新一輪空襲 轟炸加薩走廊的哈馬斯目標 當地政府總部所在的一棟大樓幾乎被移平 哈馬斯也不甘示弱 隨後從加薩發射100多枚火箭回擊 雙方報復攻擊已造成巴方42人死亡 其中包括13名兒童 至少230人受傷 還有5名以色列人喪命 這是2014年以來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最嚴重的衝突 美聯社形容 這新一輪的暴力衝突 越來越似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 目前以色列中部城市 洛德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聯合國安理會緊急開會商討對策 歐盟呼籲暴力必須立即停止 首要任務是避免再讓更多百姓死亡 目前全球開始出現抗議潮 美國則出面呼籲雙方克制 12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支持者們 雙方近千人還在以色列駐美紐約領事館外 爆發衝突互偶 早前捲入國之外洩事件的習近平女兒習明澤 最新被爆她其實已經結婚 丈夫還有離婚史 有分析認為被中共視為國家機密的習家被爆私事 而是中共二十大前 黨內權鬥激烈所致 在推特上 異常活躍的異議作家魯登 5月12日發推稱習公主已經結婚 傅馬爺是來自浙江青華畢業後留學看內爾大學 名叫盧洪峰 其曾在美國芝加哥結婚 前妻亦是一名紅三代 至於為什麼習公主會接盤 是否中共中央機構調查背景時不厭 就頗令外界廢私糧了 魯登還直接貼出盧洪峰真人相片和簡歷 顯示其曾經是前美國花旗銀行副總裁 在美國工作十月年2011年回國 但從公開資料中找不到有關盧洪峰父母的消息 而他本人看起來似乎並不低調 從公開報導中看 盧洪峰曾經擔任新婦寶的首席營運官 該公司在2017年進行首次代幣發行融資時 遭監管部門打擊就從此一蹶不振 之後盧洪峰還被新婦寶始創人 別繪感恐怖涉嫌職務侵佔 不僅如此 盧洪峰還曾兩次登台浙江衛視的《愛情連連看》 還寫了一首曲向嘉賓林志玲告白 爆料引發網友熱議 不是三一重工那位嗎? 這是國家機密嗎? 當年是浙江某院院長 現在不知道了 目前有關習女婿身份的爆料 還未得到證實 中共將戰狼外交政策 延伸向南亞國家孟加拉 警告該國不要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 孟加拉政府給予強硬回擊 月10日中共駐孟加拉大使李極明 在孟加拉國愛事記者協會組織的活動上發言說 如果孟加拉要加入由美國、印度、日本 和澳大利亞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組織 中萬兩國的關係將受到重大損害 他說在北京看來 四方同盟主要是反對中國 我們不希望孟加拉國以任何形式參與這個聯盟 李極明還說 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在近期訪問孟加拉事 也表達了同樣的信息 5月11日 孟加拉國外交部長穆明對媒體表示 孟加拉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不需要別人指手畫腳 任何國家都可以維護自己的立場 但我們以考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做決定 穆明說 目前四方安全對話的任何成員國 都沒有與孟加拉討論加入該同盟的相關事宜 李極明的言論為時過早 他還表示 中方試圖干涉孟加拉的國家事務 這個是不尋常的 我們沒有想到中國會這樣做 近期中共的新華通訊社在美國司法部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美國非營利組織響應性政治中心披露的有關外國代理人資金支出的數據顯示 相比四年前 2020年中共在美國的外宣投入資金竟然飆升五倍 據響應性政治中心披露說 2020年中共作為外國代理人 在美國投入的資金是5409.9萬美元 在2016年是896.5萬美元 相對支出增加了503% 據新華社申報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文件顯示 自2020年3月以來 新華社在中國的母公司 向美國子公司支付了160萬美元 包括直接支付給華盛頓、洛杉磯、 休士頓、舊金山和芝加哥的各個分社 而中央電視台美國頻道 《中國日報》在2020年的投入資金分別是 5024萬美元和300萬美元 這兩家媒體在美國投入的資金加起來 2019年全年佔中國在美國 外國代理人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 2020年全年僅佔五分四以上 美國新聞網站 說 宣傳是中共實現它的地緣政治目的核心任務 中共在美國宣傳不和諧和虛假信息的行動 對美國的商業、政治、社會環境 都將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宣布制裁成都市 前610辦公室主任余輝 5月12日布林肯在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美國認定四川省成都市所謂的 預防和處理邪教中央領導小組的前辦公室主任余輝 嚴重侵犯人權 即任以驅押法輪功學員 余輝和他的直系親屬 沒有資格進入美國 布林肯提到的所謂預防和處理邪教中央領導小組 又叫610辦公室 是中共專門設立的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 余輝在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間 擔任成都610辦公室主任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嚴重迫害 布林肯還表示 我們將繼續考慮所有適當的工具 以促進對中國和其他地區侵犯人權的責任人 進行追責 美國國務院隨後發布了相關書面公告 當日美國國務院也發布了 2020年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這項制裁有何代表意義 評論員橫河表示 這個表明美國現政府的態度 關注國際宗教自由 反對中共當局對宗教信仰的迫害 而美國制裁余輝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雖然說是象徵意義 不過對中共官員而言震懾力非常大 禁止直系親屬入境是好嚇人的 本來自己做裸官 結果將家人也都倒在國內了 未來沒有其他去路 中國城都49中學 17歲男孩 林維琪離奇墮樓身亡案 引發外界強烈關注 官方稱林同學墮望 排除刑事案件 家屬對調查結果無異議 但林母和民間並不認同 網絡上流傳大量民眾在49中門外 聚集維權呼籲真相的視頻 同時警方開始暴力維穩 據推特上熱傳的大量視頻顯示 11日晚間 成都49中學門外聚集了大量年輕人 他們手持白花、齊聲高呼 真相、真相 但隨後出現大量警察 開始使用暴力 有人大叫打人了、打人了 警察隨後大量捉捕現場人員 有網友表示 老套路、激化矛盾 安排便衣在人群中起控動手 培里帕拉一頓捉人 六四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好、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 問題也解決了 土共的一貫做法 成都居民借進標11日上午前往 成都49中學 自建學校附近停了十多輛警車 周圍除了有數十個百姓外 還有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謝進標在學校對面街上拍照 被警察抬上警車 拉至成都市城華區 跳燈河派出所 期間遭受辱罵和嘔打 關押兩、三個小時後獲釋 時事評論員秦彭在推特表示 據說林武目前已經聯繫不了 雖然官方稱家屬沒有意義 但他認為林武應該被警方綁架或軟禁了 中國風景區的玻璃橋越見越多 想通過這種方式吸引遊客增加收入 但這種橋的安全性是否有保障呢? 近日吉林省一個風景區的玻璃橋突破碎 一名遊客被釣在260米的高空十分驚險 5月7日上週五 一名遊客去吉林省沿邊州龍井市爬岩山風景區旅遊 在玻璃斬道上遊玩 當日中午突然遇到強對流天氣 風力達到12至13級以上 大風將高空玻璃斬道吹回 橋上的多塊玻璃被吹落 根據網上流傳的照片和視頻顯示 這名遊客嚇到腳軟 僅僅抓住玻璃斬道的欄缸 並捲縮在欄缸處 就這樣被沿在260米的高空 進退兩難 警方接到報警後趕到現場救援 不過所謂的救援 只是在當局指揮下 自己爬回安全地帶 脫險後遊客已經被送入醫院 並接受心理諮詢 目前該風景區已經全面關閉 相關部門正在進行安檢 這件事件引起國內、國外網友 對這些玻璃橋安全性的熱議 這就是為何我不敢踩上這種橋的原因 橋樑多久進行一次維護 一看那些照片 我的腳就發麻 要爬回去也可怕